今天这话题跟改名有关 童李这名听起来又朴素又文气对吧 谁能想到这么一个地如其名 婉约如画的江南小镇 居然有一个又华贵又直接的原名 叫富吐 这俩名字简直是天壤之别呀 不过话说回来 当初富吐改名叫童李 还真不是觉得自个儿这名字不好听 而是单纯的为了改变命运 换个名字就能改变命运了吗 搞不好还真的可以 相传古时候有一年天下大灾 南老北汉 朝廷需要大量的粮食镇计灾民 但当时国库空虚 为了缓解燃眉之急 皇帝就下了一道旨 让所有江南富土之地 每户家叫黄粮三斗 此时的小镇也遭遇了水灾 农田被毁 实在没有多余的粮食了 可就是这么巧 小镇的名字富吐二字 出现在了圣旨当中 不容你辩解 这旨意一下来老百姓都慌了 脚粮自个儿就吃了不饱肚子了 搞不好会被饿死 不脚粮那就是抗旨不尊 这罪名可不是闹着玩的 感觉横竖都没个活路 就在大家手足无措的时候 镇上一位金秀才 想出了一个应对之处 说来这问题就出在富吐两个字上 圣旨不能改 那我们改还不行吗 老百姓不要吃不上饭了 改个名字算什么呀 保命要捡 于是秀才作主 用了拆字的办法 把富这个字上面的一点去掉 去上面的上半部分 就是铜 富字下面的田跟土相结合 就变成了李 有询问的人就是不一样 大家都顾不上夸了 赶紧动手把新鲜出炉的镇名 从里到外的换了一个遍 转眼期限就到了 崔良官跑到镇上崔良 金秀才从容应对 指出因为受灾而收成大减 难以缴纳 崔良官十分的生气 就开始拿富吐二字说事了 金秀才立刻搬出了 早就准备好的说字 此地名为铜李 并非富吐啊 崔良官听后迷惑不解 在镇上巡视了一圈 发现这所有的店面门牌上 果真都是铜李二字 根本不是富吐 没有了强制争良的借口 崔良官无奈之下 只能兴兴离去 当地百姓就躲过了一场劫难 自此铜李成为了 古镇人钟情的名字 质朴平时的名字 给大家带来了安定与祥和 铜李两个字 就这么被保留了下来 沿用至今 金秀才拆字改名 替百姓避除重税的故事 在古镇流传了千年 铜李二字中啊 是古镇仙人 名曲舍 知进退的智慧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质远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